正义天师道 地理耕作 性格温顺 任劳任怨 乃是大中大善之生灵 道经牛图经云 世间最苦是耕牛春夏秋冬齐用礼 四时辛苦未曾修 劝君十位将牛戒 无牛一友好真修 人从事处行方便 无量燕工万故流 同时牛也是太上老君的作季 故道教不食牛 二不吃不吃乌鱼代表笑 乌鱼在产卵孵化小鱼期间 会一直潜伏在巢穴附近寻游 守护鱼卵 保护幼鱼 并停止摄入食物 从而导致体力虚弱 小乌鱼孵化后 会主动游入雌乌鱼口中 以身四母堪称大孝 孝乃是天地大德 自古以来就有百善孝为先的说法 故不食乌鱼 三不吃不吃大雁代表节 古人认为大雁随时南北 不失其节 大雁随春秋季节的变化 而南北迁徙 对待伴侣总是忠贞不渝 不离不弃 狮肉孤雁 处境凄凉 却不再另寻伴侣 道教认为红雁的节 是人类学习的榜样 不可食之 四不吃 不吃狗肉代表义 狗一直都是忠义的象征 是百姓看家护院的不二之选 清 断育财育篇 全部 撑狗 家畜 以废守 自古就有一句俗语 子不嫌母丑 狗不嫌家贫 狗如果认定了一个主人 就会一辈子都会不离不弃 因为狗有这样的品德 堪称为义 不可食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